刚才的机会把握的能力不错 判断准确 英里队是10比8现在领先2分 好球 那又是漂亮的一个往前得分 这个位置是日本队的空档 这样11比8 英尼队再次是以领先3分的优势进入到了第二局的局修 总体来讲 英尼队这队组合在双打方面 他们的经验是更加的丰富一点的 有李安托 我们刚才介绍的他是29岁 有李安托呢 他之前是跟这个哈迪杨托呢 一起来合作呢 在2004年的时候 曾经拿下过四战重要赛事的冠军 包括印尼 韩国 新加坡和泰国公开赛 当年呢 他们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 但是呢 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呢 很早呢 就出局了 这位选手呢 也曾经呢 是三次 这是第三次呢 代表印尼队来出战汤姆斯杯 这么多转移手呢 看起来 这是我说的 你在这边 看起来 我说吧 我的这边就是 我说了 看起来也不是说了 我有点很糟糕 看看起来 我说的那边就带起来 Philippines 这个球 就这是 谢谢 机器 好 谢谢 谢谢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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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意思 维利安托在队友已经是在连续的杀球 建立了攻势的情况下的一个往前的机会 没有能够把握住 维利安托是曾经前世界排名第一的球员 但是他退出了印尼国家队之后 相对来讲就是靠打职业比赛来养家糊口 这一次是代表印尼队来出赛 所以在比赛中跟诺瓦的来进行临时的配队 接发球不错 日本队还是咬住比分11比14 这平抽档技术在双打里面非常的关键 你看谁反应更快点 线路没有打开 这种日本队还是说在这种平抽档技术里面败了下来 现在比分又是拉到了4分 15比11 印尼队领先了4分 界内 推底线 日本队配合出现了一点问题 发球 远藤大游接发球 这一球呢 是发接发的环节出了问题啊 维迪安拓今天在这样的铺底线上出现了几次的失误 发球直接得分 听说 对 对 对 谢谢大家